你是美国人呐 我是中国人 你的头发是剑法 可以的 当九岁中国的外国人回国后 到底有多崩溃 当外国有人在交罚单 是直呼小念马云 乖乖 半个小时为了取消这个罚款 你们不能搞一个支付宝吗 还是微信 数杂的不得了 没有钱金也不行 马云加油 马云加油 马云表示我帮不到你啊 回到法国的小哥表示 马化腾背叛了他 那感觉你背叛了我 因为你让我用微信用上赢了 现在我回到我自己的国家 都已经太落后了 真的太糟糕了 你为什么不过来这里开打 双马组合的粉丝都扩展到海外了啊 吐槽就吐槽 你脱口就是国策是啥意思呢 这啥都没有我靠 如果你没有车 你要死了 没有弟弟 去看过anyway 我今儿的Uber我妈呀 一公里差不多20 奥比法多人民币我靠 去银行 做一个东西 在澳大利亚 我靠 it need like more than one hour 在中国 I go to some中国银行 I see this or something it's like 再见 it's so quick 我特别想 我特别特别特别 I really miss that 晚上我跟我媳妇 we hungry we just tend 没团 饿了吗 or something 这儿 我靠 啥都没有 看在你夸我们中国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出口国粹了 他们回到江湘 喜欢呢 还是中国的洗脑歌呀 好嗨哦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 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飞过 绝望 这生辟字怎么能做到调都对 字却没一个对的 没想到外国竟然还能把乘客扔在半路 我回家的路上 我还没有到站 司机在那里跟我没说 十点半 我下班了 我要 我走 他下车了 车不走了 我们都卡在这 我还有五站了 你连站都没站 你就翻下来 在轨道上 因为那个人你知道 法国劳动法就是这样子 就是反正不能辞掉人 他就这样敢 他也没问题了 然后还发生了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说不完的那些东西 你让我这个 武汉的女婿 怎么跟我武汉老婆结识一下 他还信吗 不信 虽然但是 这是打工人的梦想啊 就连小女孩都认为自己是 蠢蠢的中国人 是美国人啊 我是中国人 你的头发是金发 黑的 你的眼睛也是蓝的 黑的 真的吗 我看看 是不是蓝的 是黑的 我都是黑的 不是 那你在哪儿生的呢 你在美国生的 我在中国生的 真的 那你怎么这么像美国人啊 你是美国人 我是中国人 这样的小可爱 谁能不爱呀